迪士尼投资15亿 竟速造出个男性绿茶表 她的手段在迪士尼所有电影里 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汉斯是个边缘小国的十三王子 根本没有机会掌权 于是盯上了单纯的安娜公主 善于逢场作戏的汉斯 第一天认识就让安娜沉沦 急切地想要和汉斯订婚 这才逼得安娜的姐姐 无法压制体内的魔法 用冰寒之气打伤了安娜的心脏 从地今处得知 只有真爱能融化这寒气 否则就会逐渐变成冰雕 安娜第一时间找到汉斯 可她却不愿用真爱质吻救安娜 因为她接近安娜 只是为了当上这片土地的国王 现在魔法不受控制的姐姐 已经被她关在监狱 安娜又濒临死亡 她这个入坠的感觉要大功告成了 汉斯直接吸灭了屋内的炉火 让安娜在这里等死 并告诉外妹的陈明 安娜已经死亡 是姐姐用妖术杀死的 她要维护正义处死姐姐 可等她带兵赶到牢房 姐姐已经利用魔法逃了出去 她不想伤害任何人 可不受控制的冰寒之气 还是把整个王国都变成了冰雪世界 让这里永无下棘 她现在只想一个人远去 但汉斯却追了上来 谎称安娜已被姐姐的寒气杀死 姐姐自责地跌倒在冰面上 漫天的暴风雪也随姐姐的心碎而散开 可汉斯却要趁机杀掉姐姐 幸好安娜在雪人的帮助下也逃到了这里 立马跑到姐姐背后 以化为冰雕的身体 挡下汉斯横批而下的剑 流露 融化了安娜媲媚的寒气 姐姐也明白了爱才是魔法的钥匙 逐渐掌控了自己的力量 让王国恢复了夏天 让王子绿茶表受到了惩罚 真爱不局限于爱情 亲情可能更为纯粹